台東葛德迪布部落悲難族人3月17號 在魯法案舉辦祭祖活動 祭司們也準備了傳統共品 傳達對悲難族祖先的追思 族人們也一一上前敬酒 俯慰仙人開拓疆土的辛勞 這個祭祖的活動是對部落來講 是一整年度是一個很大的祭典 也是慎重追遠的意思 當然在這個時候 凝聚部落的相信力 理事長表示 泰馬里三河海邊的魯法案 是祖先登陸的地方 也是悲難族最重要的發祥地 每年族人都會到這裡舉辦祭祖儀式 表達後代子孫 飲水思源不忘本 而囚辦今年悲難族聯合豐年聚的阿里白部落 也首次參與了祭祖活動 希望祈求祖靈 讓活動能平安順利 第一次來就帶長老 還有各部落的年輕人 讓他們也知道說 我們的花園地在什麼地方 也希望利用這個祭祖的儀式 能夠達到說我們聯合年紀的一些宣傳 部落主席強調 悲難族聯合豐年聚4月6號在阿里白部落盛大舉辦 邀約所有悲難族人參與之外 喜愛原住民文化的朋友也不要錯過這次機會 共同到場感受悲難族文化之美 原市新聞文化大舉辦台東泰瑪麗財寶報道